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看 美国抛弃阿富汗致使喀布尔政权迅速覆灭 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可靠性形成了沉重打击 很多人忍不住联想起1975年 美国抛弃南越盟友西顾被攻陷 以及美国紧急撤侨的往事 想起了2019年 美军断然撤离叙利亚北部 抛弃盟友库尔德人的另一幕 有历史学家还指出 根据自己的利益抛弃盟友 是美国从立国遗史就已形成的劣根性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苦求路易十六执政的法国与他结盟 战争结束后 他又迅速单方面与英国构合 达成了有死于法国利益的和平条约 限六亿十六政权与困境 增加了法国爆发大革命的筹码 大家不难想象 此时的台湾当局该有多紧张 谁都会打一个问号 下一个被美国在关键时刻抛弃的 会不会是台湾呢 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价值可一点都不比台湾低 阿富汗周边有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三大美国地缘政治对手 又是反美意识形态的堡垒 美国撤出阿富汗 绝不是因为它不重要 而是经营在那里的存在太昂贵了 美国觉得换一种方式使用那些资源 对它维持全球霸权更加划算 台湾呢 堪称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性价比最高的盟友 美国在台湾没有驻军 与台湾维持盟友关系的方式 就是向台湾一笔一笔的卖武器 通过政治支持和操纵 鼓动民进党当局施行反大陆政策 造成了两岸之间一定程度的彼此消耗 它不时派军舰和飞机在海峡附近亮亮相就行了 美国不用给台湾花一分钱 反而卖军火赚钱 强行销售美猪美牛 这完全是只赚不赔的地缘政治买卖 一旦两岸爆发战争 大陆武力夺取台湾岛 美国要实施军事介入 可比在阿富汗和叙利亚北部坚持下去 比1975年不放弃南越要下的决心大得多 在前几个案例中 不抛弃盟友毕竟只是维持现状 而要军事介入台海战争 则是要让美国改变其对台海政策的现状 把坐收余礼变为痛苦的付出和牺牲 台湾绿营一些人鼓吹台湾和阿富汗不一样 美国能放弃阿富汗却放弃不了台湾 不一样是真的 其不同在于美国卷入台海战争 更没有取胜的希望 将意味着更深不见底的成本和代价付出 至于台湾的特殊重要性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各路台都势力 不要太自作多情了 喀布尔政权对美国来说 价值2000多条士兵的生命和1万多亿美元 还有美国面对一只山间草扣的威严 想想台湾值得美国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 和花几万亿美元吗 美国虽然给一个中国打了折扣 但毕竟是承认一个中国的 他为台独而战 即使在美国和西方所能获得的真实持久的道义支持 会比他在阿富汗作战所能获得的道义支持更多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